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 有朋友问我,他们家的金菊树上长满了带刺的枝条,光长枝不结果。 是什么原因呢? 今天就这问题,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会。 通常,金菊是嫁接在野生金菊的粘木上的。 这种粘木具有很强的生长力,有时候会在短时间内生长出许多带刺的枝条。 那些疯长的野生枝条会快速占据阳光和营养资源, 很快就会喧兵夺主,比嫁接上去的正常金菊枝条长得更加茂盛。 那些茂盛的枝条的高速扩张和向外延伸的快速生长速度, 使它们在短时间内便能够占据整个树冠层。 那些浓密的灌层大量吸取水分、养分和光能将正常金菊挤到了苟延残喘的生存边缘。 当野生金菊的枝条覆盖了整棵树的上部后,便会开始向下生长, 吞噬正常金菊根部的营养,使它渐渐地枯死。 此外,野生金菊的枝条上还长有很多长而尖的刺。 这些刺会经常扎伤金菊、嫩叶和花朵, 对正常金菊的生长造成很大的阻碍, 使果实逐渐干憋萎缩,失去食用价值。 当发现在粘木上出现野生金菊枝条的时候, 应该立即对它进行修剪和控制。 修剪的时期,最好选择在冬季或夏季。 在修剪时,要注意安全措施,戴好厚实的手套, 避免被尖锐的肠刺刺伤。 一旦刺到了,可比被密封折到更痛呢。 建议从上往下剪,这样可以减少被刺伤的机会。 修剪的方法挺简单,原则是尽量保留正常金菊的枝条和叶片, 把野生金菊的枝条全部剪掉。 另外要提醒大家,别等到野生枝条长到这么粗壮的时候再剪。 要经常观察它的动态,一旦发生有野生的枝条从粘木上长出来, 或在根部串出来,要及时剪掉。 这棵菊树是为了做示范,特意把它养成这样的, 也蛮可惜的,觉得挺亏欠它的。 完成修剪后,在树的周围,撒一些适合菊科类用的颗粒肥, 增加金菊的营养供给,提高它的抗逆性和生长能力。 另外,在选择金菊树时,请尽量选择优质的品种, 这样会减少野生金菊枝条生长的概率。 如果您对果树嫁接感兴趣的话呢, 在截去的野生金菊之上, 还能嫁接上另外一只好品种的金菊或者橘子, 这样就能使它起死回生了。 谢谢您的观看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Thank you for watching! 谢谢您的观看, 感谢观看